请 上车 瞧啊 去哪儿啊 我二叔八缺人手 让我去帮忙 那儿 今天的怪事还真多 什么怪事啊 可别怀了墨角的 有块机械 刚才在公交车站下车的人 是你了 我认识的秦庸素 是个从来不愿意走路的人 现在居然每天走两公里回家 我认识的秦庸素 他也从来不去书房 现在居然跑到 博二的书店去帮忙 这还不是怪事吗 对于我而言 整个世界都变了 我本来以为 别人真的需要我的帮助 其实是想看看 我是不是真的失忆 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也不相信吧 我信啊 好吧 我跟你承认 我之前可能是不信过 但是现在我看见了 你不认识一度 我真的想不信多人 你不认识跟踪我吧 什么 我跟踪你 想把你还有这个癖好 我跟踪你 算了吧 我要是跟你说 我真的就是碰巧了 你不要在路边看见你 你信吗 别装了 你以前跟踪我还少啊 我都知道 上次你是跟着我 和克里斯去的体育馆 虽然上次博二 给你打掩护了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再活了 克里斯 好 什么了解啊 是不是记起来 你才能跟踪我吧 我是想我怎么这么无聊啊 还会跟踪呢 林总 周末有个活动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见 周末三点 进 先聊 我不想应酬 我又不是我所事事 我告诉你 我挡气满得很 之前同事都去书吧找我呢 说要帮我安排拍广告呢 接了 我之前都帮你推调了 我想让你休息休息不是 你算是怎么说的 我没有想让你去 拿到小 sister 你都在想和你去 找他 你不是这么多 你觉得换个人 你为什么又是 我去找他 真的还去找他 快要去找他 你有什么 你不是 你也想让他去找他 你去找他 你无论 他 对啊 我觉得陈凌生 并没有完全 相信你和秦苏 没有关系 小枝 你难道真的不能 和陈凌生复合了吗 我觉得她还是挺爱你的 我跟陈凌生 已经不可能了 从我决定跟她分手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回头了 就算秦苏 站在陈凌生的面前 她也不能证明 我就是获知 因为我现在身份就是情愫 你们俩呀 有缘无分呀 别提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提醒我 要不然你还是跟我去 哄打散散心吧 正好避开陈凌生啊 你说 我觉得她没那么容易死心 万一到姜家 再找你麻烦怎么办啊 我最臭罪就是这件事 就说 怎么办呀 那你说我读也不是办法呀 再说了 这姜家要出来几天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放心吧 我小心一点 那好吧 对了对了 福利院的福利院的福利院长 打电话到幼儿园 打听获知的消息 你说我这脑子叉都忘了 福利院长 福利院长找我什么事 好像是想让你给福利院的孩子上上课 具体我也不清楚 要不 你找时间去看看 是应该去了 自从我姐跟我相认 这事就没断过 又没有时间去福利院看一看 我有时间啊 我下午没事 我陪你去啊 我有事 下午得陪江青出去 这么快就把我这好朋友给忘了呀 丢什么呀 你别胡说了 我都快丑死了 不知道我姐啥时候能回来 你 你带我来干吗 你别着急 先看看 走 潘匿书 眼睛坏了 嗓子也坏了 嗓子也坏了 嗨 江村 给你介绍了呀 我的大学同学 克里斯 你好 初次见面 江村还是第一次 带我见他的朋友呢 听说你生病了 最近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生龙活活好得很 那就好 怎么样 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就来几句 走 稍等一下 好 我想看你们的机枪 可以进去吧 他呀 他们啊 其实是克里斯的技术 不如咱们江总的 他们大学是一个基建队的 江太太要不要试试 我 不算了嘛 我就看看就行了 不是特别难 练练就行了嘛 玩儿嘛 上上 我这跟他咋搞的 那咋关键 没有 那让他再去 我们家里的 我最后来パ惯了 你把中肌关键也在 我这事儿 你的说明 我家里只有你 你跟他人家里 你去哪个人家里 去哪个最后一店 让他去哪儿 你还是在家里 你跟他去哪儿 来 等一下 喂 来 等一下 来 没事 这两个人的关系 发展得还挺快的 珍珠珠 你坐着 零说你啊 我都没想到 这太太自从得了病以后啊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们叫董说的 死时的情绪 非彼时的情绪 她要开始 好好重新认识这个女孩 你这样是想了马蜜 手要放松 来 这点再来 走 慢慢地回 回来 你怎么回事 你再打个电话 你再打个电话 你想什么呢 我现在相信你跟克里斯 真的只是同学关系了 那是人家男朋友的姐姐 你这挪了几个 这天中了什么东西啊 跟我一起练基建 特无聊完了 没有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基建 以前我都觉得离我特遥远 都是在电视上什么 奥运会 亚运会上看过 青天一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 这是我第一次 经理修得这么开心 是 或着 或着 原来你是误会江村了 姐 放心吧 江村没别的女人 有时间啊 你把这原数据 一块设计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现在开始 设计部的总监 江博 大家好 不客气 这一块设计 有点个性 正常 要是没点个性的话 我还看不上呢 你们只有上海项目的设计图啊 我要看一下 你去拿点资料 好 请过目 你们家还真是豪宅啊 现在知道后悔了 我告诉你啊 趁本姑娘还喜欢你的时候 赶紧从了吧 要不你请我到家里坐坐 我看看再说 陈李生 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是吗 本姑娘能看上你 是你走狗屎运 我告诉你 要么做我男朋友 要么趁早滚蛋 马杰 我还能给英素的 说英素喜欢激健 没一件顺心的事 你又怎么了 听说你今天又走退了 反正我也没有顺心 博尔 你不能总像以前那样 骂吧骂吧 都冲我来 反正你们也看我不顺眼 你又怎么了 你又生谁的气呢 我能怎么样啊 我能生谁的气 我敢生谁的气 一个两个都数过我 我就不明白 那个秦英素有什么好 你还带他玩激健 这也值得你生气吗 我根本不是生这个气 我就是看不惯 你们现在这种虚伪的状态 一个装失忆 一个就真的以为 能跟他重新开始 哥 你别以为秦英素 换了一个人 你就真的可以爱上他 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 这一切都是假的 情俗根本就不值得你去爱 天凡 天凡 我希望啊 你能够回到福利院 帮忙待客 好了 好了 冯院长 专职恐怕 恐怕不行 因为最近手头上的事 有点多 我也怕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 你和你姐姐相认之后 就跟我断了联系 你过得怎么样 你不用担心我 我过得挺好的 专职恐怕不行 那坚持你看行不行 每个星期我来两到三次 看行吗 那你不要太为难自己 每个周末 你来上一堂课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 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太枯燥了 主要是啊 给他们增加点新鲜的能力 行就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冯院长 好 太太 应苏一大早就出去了 也没说去哪儿 来 来 先生 您别放这儿啊 我觉得 你应该给应苏一个惊喜 你觉得呢 太太什么时候学会养花吧 就是刚生命不久 养得可精细了 每天都给花浇水 英俊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以前不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都喜欢做了 什么养花啊 做饭啊 对了 前两天啊 还帮我打理济日的事呢 现在 不 现在 还跟你一起去运动 变了没什么不好 挺好的 儒惠宝 深目一路 萧医生 我觉得我这个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 比酒店的那个好 上面写着富含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这个是纯天然的 而且还是卢慧的 秦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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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东西在这儿放一下 一会儿来结账啊 秦阿姨 秦阿姨 美女 我问你个事 你认识刚才 没结账的阿姨吗 秦阿姨 你怎么可能在红岛的超市 看到我妈呢 人超市店员说了 秦阿姨在红岛县城 住了一段时间了 经常到超市买菜 说是来照顾女儿 老杰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家里来人了 喂 你們好 等你 想看吗 我看我啊 我去 chances 不然我去看顾女儿 我吃衫了 看你吃了 我吃吧 还一瓶子 是博尔的嫂子 博尔之前很少带朋友回来 所以我不知道 你是来找她的 不好意思 行了 我们进去说吧 博尔 既然是你朋友 那您就好好招待她吧 我先上楼了 等一下 有事吗 我们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你应该记错了 我们没见过 博尔 你的朋友都是这么搭讪的吗 你看 你还看 我以为你到我们家来 是找我道歉的 没想到你一进门 就调戏我嫂子 你什么意思啊 陈连生你怎么这么不老实啊 博尔 你误会了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昨天是我不对 我不该不跟你说一声 就跟你接上男朋友 废话 你以为一句两句就完事了 我姜博尔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 你不喜欢我 就想这么抛弃我没门 是是是 我知道了 我以后 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好吗 说 怎么认识我嫂子的 我 我 就算这个陈连生再混蛋 更花致什么气啊 对吧 你背着我哥勾搭别的男的 也就算了 现在你连我男朋友也都放不过 你男朋友 谁啊 你少点给我装傻 陈连生你不知道啊 他早就跟我说了 你们俩早就有一腿 我们江家带你步步吧 我把其英素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哥 对得起我们江家吗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哥 这个是陈连生说的 废话 那还能有谁 秦英素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 赶紧去跟我哥坦白 说不定离婚的时候 我哥还能多给你分点赡养费 要不然我现在就去跟爸告状 爸要是知道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肯定把你嫂离出门 你刚才叫我 叫我什么 怎么了 你也要让我叫你嫂子 没门 你刚才说我跟那个陈连生 有一腿对吧 那这样吧 咱马上叫过来 当着你哥的面 咱当面对峙啊 我也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跟那个陈连生 有了这么一腿 你少嚣张 你以为我不敢啊 你当然敢了 这要能把其英素嫂离出门 有什么不敢的 不 我也真是不明白了 你说到底有什么梁子 你这么没完没了的 有意思吗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你哥跟我说了 你之前就冤枉我跟那个 黄嘉文 现在又说我跟陈连生 你连你自己的男朋友 都可以当枪使啊 你真够大方的 不过也是 你这么多个男朋友 你不差这一个 秦英素 这次算你过关了 你给我记住了 我姜伯有一天 肯定把你的真面目揭开 其实我不认识你嫂子的 我就觉得眼熟 陈连生你是不是当我傻呀 你当着我的面搭讪我嫂子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事情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跟你没完 真的 我真的就是觉得眼熟 可能 可能在家附近的幼儿园 见过吧 所以就顺口问了一句 这哪是搭讪呀 我哪会搭讪呀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那你肯定看错了 秦英素怎么会去 幼儿园那种地方呢 他又没有孩子 怎么会在那附近出现啊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道歉的 现在话说完了 我先走了 可我还没说原谅你呢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要是不肯原谅我 我也没办法 陈连生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是道歉的态度吗 别让我发现你骗我 秦英素 我跟你没完 陈连生 你这个大坏蛋 你差点害残我了 你知道吗 喂 小雅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还要几天呢 你怎么了 哭了 没有 陈连生今天找上门来了 什么 这么快 结果呢 被拆穿了 没有 我说我不认识他 陈连生也没说什么 只不过 福尔好像怀疑我了 他拿陈连生来试探我 还好我反应快 你先别着急 陈连生也不是傻子 在没有完全确定 你就是获知之前 他也不敢胡说八道 这样 你等我 等我回去 我们一起想办法 谢谢你了 小雅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说这没用的 等我啊 别再玩手机了 你看你一天到晚的玩手机 对胎人一点都不好 这东西有辐射啊 好 别玩了 妈 就别管我了 来 妈给你炖了燕窝 趁热 赶紧喝了 不想喝了 今天喝都要喝吐了 吐了也得喝 都说喝了燕窝 这孩子以后生出来 皮肤好 对大人也好啊 你看你到现在 一条人身闻的美账 不都是燕窝的功劳吗 赶紧 快 喝了 你喝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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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今天去超市 碰见霍芝那个朋友 笑一声 会不会有问题啊 你不是都跟霍芝说了 你回老家吗 按我说你就不应该逃 你躲什么呀 对呀 我本来就应该在红岛的 红岛就是我老家嘛 行了 别老看电视了 咱回我躺着去啊 妈 你就别管我了 你快去忙你的吧 你看一小会儿就回去啊 我说你会不会吧 我告诉你 我说你都可以 我看你 你都可以帮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都可以帮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都没什么 his voice 小舌 沒想到 我懷了你啊 不成了會的女朋友 我有沒有想到 你会喜欢上我 李生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快来 来吃西瓜啊 儿子 来吃西瓜吧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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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戒指呢 什么戒指啊 就是你跟我爸 结婚时候 那个蓝宝石戒指啊 货这不是还回来了吗 对 对 对 在这儿呢 你 你要这个干什么呀 你不会那么快 就跟姜波尔求婚了吧 你别管了 我有用 儿子开窍了 这回真的开窍了 你到底是情绪 还是获执 我一定要搞明白 你来啦 哎 认识一下 赵洁 美国人 跟我一起去红岛医疹的公司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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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赵洁 我的中文名字叫汪佑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你好 我叫霍芝 早就听说你了 是吗 好 坐 坐 坐 干嘛 又跟手续叫什么劲呢 不是 你知道我这个手机 我忘记密码进不了我姐的朋友圈 这出院之前换的 给你 好的 我看看 他不是医生吗 他会吗 技术战医生 破解密码小菜一碟 帮我把我关啊 还在考察阶段呢 好 我看看 他不是医生吗 好了 没问题 这么快 这么厉害 很简单 你点击忘记密码 再通过电邮找回密码 这么简单 好厉害呀 谢谢 那个 赵洁 你去点菜吧 好 小雅 你也太能耐了吧 幸福男朋友一套一套的 那是男朋友 教训练的 招之机来挥之机去 你得跟我学着点 谁跟你似的 谈恋爱把自己谈得 跟个老妈子一样 我可不像布林 和陈也生的后衬 对了 你打电话我就赶紧回来了 怎么样 陈也生这两天 有没有找你啊 那姜波尔呢 有没有为难你 你不知道 都快紧张死我了 他上次试探我 我差一点就露馅了 后来我想一想不对啊 如果陈领生真的 跟他说了的话 他应该叫我露馳啊 嗯 就不应该一口一个清楚了吧 这姜波尔鬼心眼 还真是多啊 陈领生这次是遇到对手了 也不知道陈领生哪儿好 姜波尔还能看着他 他喜欢跟谁在一起 就在一起呗 反正我也没有关系 只不过他要真跟姜波尔 在一块儿的话 那肯定会经常出现在我面前 我这一次还好 次数多了 我怕我真的会应付不过来的 要我说啊 你得赶紧跟陈领生做个了断 你看 他现在就是觉得 对你还抱有希望 所以他对你不依不饶的 是不是 你要让他彻底死了心 到时候 不管你是情人所还是获知 他也就不会在意了 我得好好想想 想好了再说吧 你还得快点 谁知道下一步陈领生 会怎么做呀 对吧 没事 你仔细想想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啊 对了 你要跟我说 我妈在红岛是怎么回事 对 你快仔细看看 要不照着提醒我 我都看不出来 看 这什么呀 这不就是我发给你的 那张照片吗 你还有后边那一张 你来回看 这女孩是跟我一起 在红岛医诊的同事 这是他们家 你看背景 有什么事 我说 是有人家 你来减减的 导演吗 你去做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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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月子 你去做月子 你要去做月子 你去做月子 你去做月子 长得倒是一表人才的 不就是 就是 你觉得不合适啊 博儿那个性子 谈谈恋爱也就算了 要是结婚的话 还是得找个能当户对的 能当户对 江春 不是也取了情人数吗 这在我们江家 不重要 可是博儿不一样啊 你总得给他找个 合适的人家 得能照顾他 对不对 还得能对江家的事业 有帮助 你说呢 江家的生意 有江春就行啊 只要江家不倒 博儿以后不管江有什么人的 都不会苦难了 可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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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管那么多了啊 是我江家的女婿啊 只要人拼好就行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 怎么了 小致 有信誓啊 院长 你说 如果你最亲近的人骗你 我会怎么办 你 要我的话 我会先想一想 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苦衷 是啊 你都说是你最亲近的人了 要是没有苦衷 他怎么会欺骗你呢 也许吧 江太太 真的是你啊 江太太 真的是瘦了 前段时间听说你出了意外 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 你不是连我也想不起来了吧 您是 不过没事 只要人没事就行 看来真是帅得不轻啊 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也就罢了 我是宋太太 我先生宋贤 和您老公江孙 是多年的生意伙伴 宋太太 我听江孙说起过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没事的 洪院长 您是不是还不知道啊 两年前 那个图书馆和那笔捐款 就是江太太发起的 捐款那天啊 她临时有事情 这个功劳就让我给抢了 宋太太 你是说两年前 我就给福利院捐过款 是啊 江太太 您真是心太善了 这两年啊 一直捐款捐物 还从不出面 今天啊 你来到这儿 我就不抢你这个功劳了 冯院长 你可得好好谢谢江太太呀 不用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的 我今天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有空你请喝茶啊 莫知 冯院长 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还把我当亲人 你就告诉我 我来找你啊 想问问你和地产公司的关系 哪个地产公司 江氏地产公司 院长 我哪有这个本事 你没本事 我听院里的人说了 你上次带着江家大小姐 和同事们聚会 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 我们这是一般的朋友 江氏地产公司呢 有一个上海的项目 投资很大 这个受到业内各界的关注 对于这件事情呢 咱们院里很感兴趣 你出面 接洽一下 对 再说了啊 你可欠我一个人情啊 出国的事情 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帮你压下来了 这件事情 你看着办啊 您的意思是 叫我跟进这件事啊 对啊 怎么 你想拒绝 我去 您放心 这件事我办不成 不回来见您 那我去了 去吧 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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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 您的资料 哦 放这儿了 这 怎么还有这么多啊 总监 你们的设计图的 怎么还有这么多啊 总监 麻烦您把这份设计图 标识一下 走开 我让你走开你听不懂啊 给我这么多东西 让我看到下辈子嘛 总监 我说你们都是容了是吧 怎么 怎么是你啊 我代表我们设计院 来找你们设计总监 没想到是你 什么 什么叫没想到是我 干嘛 觉得我不配啊 我难敢啊 不过呢 这总监的 脾气也太大了吧 张嘴就赶人走啊 他们给我这么一大堆天书 我得看到猴年马远 我没打他们已经不错了 这哪儿是什么天书啊 设计资料而已 看来你都这很懂行嘛 来来来来 总监 你帮我看一看 顺便帮我翻译成我能看懂那语 好吗 要我帮你也行 不过你得答应我 上次的是咱们一笔勾香 成交 对对 还有你们上海那个设计项目 我们设计院也参与金标 行啊 别废话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快看吧 还有这个 好 怎么样 宋贤看过我们的 企划书没有 看了 不过他说 咱们办酒店的经验太少 想让他投资 他还得考虑一下 给我约一下宋贤 对了 博二那边怎么样 对了 你觉得呢 你现在什么时候学会 用反问剧来回答我 你这个妹妹啊 到了设计部 没几天已经天怒人怨了 这么大本事 不过他闹归闹啊 上海酒店这事不是小事 你还得盯着点 听我有数 最终方案还是要董事会来定 刚才我从这个设计部 过来的时候 听见有人议论 说博二跟设计院的一个设计师 最近走得很近 走得再近也没用 除非他来参加公开招标 我们江家的后面可不容易走 这倒是真的 那我先去约会